美丽的老板娘将咖啡及红茶准备好随后点缀奶泡后 再把乌鱼籽也是俗称的乌金 磨成的金黄色粉末再放到最上层 闪亮亮又多层次的乌鱼籽咖啡以及乌鱼籽红茶 就呈现在顾客眼前 不只是好看 先直接喝一口没有搅拌过的乌鱼籽咖啡以及红茶 再喝一口已经搅拌过的 多层次的喝法口感及好滋味 让原本不太敢吃乌鱼籽的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无意间一喝过就非常推荐 虽然我本身是不太敢吃乌鱼籽 可是我就看到刚好我们美丽的老板娘在做的时候 她的乌鱼籽把它做得跟黄金一样 然后跟红茶做搭配 其实就让我看了非常想要喝喝看 那当然是抱持着尝试的心态 然后来去品尝看看这个乌鱼籽红茶 那后来其实喝了之后 发现到我们在喝乌鱼籽红茶的时候 其实你完全不会感受到乌鱼籽的心味 反而可以跟它的红茶香做一个搭配 吃得到乌鱼籽的鲜甜的味道 也喝得到红茶的香味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真的很好喝 所以才想说应该要好好地来推荐给大家 当然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喝咖啡 所以今天也特别来这边品尝乌鱼籽咖啡 那喝起来之后其实乌鱼籽咖啡的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除了乌鱼籽之外 还有我们浓浓的奶泡 还有我们咖啡的香味 当乌鱼籽加奶泡加咖啡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三个加起来 它的味道真的是什么妙不可言 原先担心乌鱼籽有一点海鲜腥味 加入咖啡和红茶里面会变味的疑虑一扫而空 老板表示咖啡及红茶加上乌鱼籽并不是故意耍噱头 最先是他们夫妻两人偶尔在一次喝咖啡时 配上一片片已经煎好的乌鱼籽当淋嘴吃 没想到非常对味 因此不断选择适合的乌鱼籽种类以及咖啡和茶类一起尝试改进后 才真正上市分享给大家 乌鱼籽是我们自己亲戚它所晒的乌鱼籽 那寄来给我们吃乌鱼籽的时候 那我们就觉得那喝着咖啡配着乌鱼籽 那味道还蛮合的 那后来我就自己想说 那我自己也喜欢吃咖啡自己也喜欢喝 那我就想说把它融在一起做创意看看 老板指出传统上吃乌鱼籽会先浸泡酒再煎 但是加到咖啡和红茶里面的乌鱼籽就不能加酒煎过再磨成粉 否则没有腥味却会有苦味 同时在不加任何防腐剂下要如何保存煎过的乌鱼籽冷藏 至少可以维持一个礼拜就是一门学问 而且只适合加到冰咖啡及冰红茶内维持口感 他们店里的红茶更是拜师学艺过的独家红茶 如何综合在一起就是一大挑战 大概半年的时间那就是做一个比例 再一个配量 那多少乌鱼籽跟多少咖啡的量 那下去这个口感 那包括这个中间的这个奶泡层需要打多少 那我们有一个量 甚至我们抓出了一个SOP出来 很多建议就是用冰的 因为热的话它比较会 因为乌鱼籽下去之后它比较会 粘稠在一起 那第一口感也不是说很好 那卖相也不是说很好 所以我们就会建议说喝冰的 那喝起来其实冰的味道 我觉得还比较对味一点 这间隐藏在仁爱区仁爱市场二楼 乌鲸咖啡及乌鲸红茶的专卖店 其实是一间茶行 十多年前老板投入专卖茶叶的领域 大约一年前和太太回到故乡基隆 选择再以美食小吃闻名 竞争又激烈的仁爱市场二楼开店 希望在卖茶也兼卖咖啡 多重经营下争取顾客的青睐 而招牌的乌鱼籽咖啡和乌鱼籽红茶 更是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看看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